我龙套大凯 大凯 走了先生 回头大家看这家 你现在别看过去 余日成 说什么余日成 没那什么 你说那头尖大凯 一会儿他提起来的时候 回来还见上他老了 他一时还跟我说气 等一会儿回来 回北京二班 人有这形象 给您配个图像 余日成学系 好 头尖大凯 有像 好 继续 到了大世界了 他要每月26天不翻头 如果每天两场戏 都改为折子戏来计算的话 一天至少是六个折子戏 到七个折子戏 那么二十多天 会多少出戏 会九十多出戏 而且他每次三个月 也许是两个三个月 半年换一个剧团 他又不全团来 把好些主演都到外地去 挣钱去了 巡回演出去了 弄那么十几个演员来 如果是弹阵为主的话 他唱什么呢 这八十多出戏 八十多出戏 十号的饭门四 就这么唱了 二号呢 就是《红蓝戏》 六号呢 就是《斗争记》 八号就是《磅打不清狼》 十号还有一个金玉奴 都集得这样 但毕竟你 你要唱《斗争记》的话 可以说是全出的 《磅打》是全出的 你要唱《红蓝戏》的话 那还缺两个则的戏 还得组成这些戏 还是 所以也很为难 《大宝国》一天 《滩蓝戏》一天 《二宁宫》一天 《大唐二》一天 但是你这家 算起来的话 这剧本还很丰富的 换另外一个来 又不是弹阵为主的 是武生为主的 就刚刚我说的 金焰桥 车战将 就这东西了 那么《滩蓝戏》 所以这些我都见过了 《烈阳图》 北方很少唱的戏 都都见过了 再实在没辙了 就头半七二五一了 那可以唱五天 唱完就二半七二五一 又是五天 就就那样了 这个阶段 对我来说是 八开眼界了 边学边唱 后来 我还没有学满 我插队插班去 应该学三年 到第二年 就把我分配去 算实习 就到长州市经济团 就拜先生拜老师了 关松安先生 关松安 他是上海学校的 和黄炼琴他们 一个学校的 他们课出的学生不多 就是潘松杰 沈松立 还有名的李松年 就这些同学们 跟关老师学习 这是正式学校上了 暂时之前呢 在毕竟我还有请过一些老师 就是非常适的 来教的 那都是 教育说 教育者 都这样的 像 有个汪云青先生 还有这个先生教过 教的您什么习 汪云青教我习教教教官 但他教官 我后来到外面唱的 就不太通达路 不太通达路 然后从达建的 那段时间呢 回来 就达举手 谁愿之人边疆 都举手了 就单单选中我了 因为那集团就缺我 缺个小生 我选的新疆间了 叫塔尔巴赫台 这集团 地名叫塔尔巴赫台 简称塔城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到各地 选演员呢 因为那地方 地理位置很重要 距离一个中苏边界 才有二十几公里 是个很重要的 一个边疆城市 当然好像 中苏关系不太好 当时 这是61年的事 60年的事 去哪去了 我从业过程呢 大概就是这样 下面就咱们谈谈 这个 咱们谈谈 对童叶山先生的事了 我当时第二年 来了新演员 唱小花脸的 当地的一个 老先生给我介绍 今天你叫三叔 姓童 童先生 是京剧名人 但我对这个名字 非常陌生 毫无印象 头一天到来 休息一天 第二天上唱 金玉奴 来个金松 还记得拓服我 说你三叔 可多年没上台了 你可得多捧 捧得严一点 他多提拨着点 我想这个金玉奴 还有什么可提拨的 真是 他那个直网词 他直网词 好些结果 都得我提出来 但那时候非常熟了 他回来请谢谢我 还请我吃顿饭 还有 这孩子不错 他还真熟 不提我 还真忘得死死的了 多年没唱 后来一问他还是 名诗教出来的 郭春山先生徒弟 这是郭安芬 观祥他们的父亲 他明示的直徒还是 怎么会 他做成这样 就算你几年没唱的话 也不能忘成这样 这么干净 而且我们俩 对口的时候 我给他一个 那个 咱们说叫盖口 他说接盘来 他说 乔律师不行 我还得接给他说 台上 就找回来 圆回来 后来才知道 他没有好好唱戏 出来唱了 没有两三年 就学了经历科了 经历科也是 京剧的几行七科之一 叫七行七科之一 经历科 什么交通科 俱武科 荣装科 这经历科 不是经历科 是经历 历志的历 鼓励的历 经历科 他在经历科是拜仙人了 拜赵燕奎先生 是尚文先生的管事 这管事 和经历科有什么区别呢 这不是一个行业 管事 就是管一个剧团的 为一个剧团 为主演服务的 比如说 我的一父 李存林先生 人称李八爷 他就是梅线人的管事 民族剧团管事 所以陈华盛 管事 李八爷 那这一期 唱几出戏 几天 他来附着 哪个演员调配一下 换个人 不会他来说 经常有 下面二路三路的 那个 配合的人 是生的演员呢 他还给说 包本子 后台呢 坐着来监督 我得认诺 谁要错了问题 他给说 这么一个 这是管事 也管办了人事 就是进出的 那个人的聘用 解聘 也管一点 这经历科不是 经历科是 有点像现在的经纪人 他是对外的 不是在剧团里头干什么 就是 你要 现在来说 配角演员 男二号 女二号 他给找 他去找什么 合适 他去找 什么价钱 都弹好了 出场费 你要到外地演出 他给你去 场地 连地方 那在北京呢 他给你找园子 这是经历科 但是 比如像 刚刚说的 同学生的师傅 赵延奎先生 他是上浩云先生的管事 重庆社的管事 但是他同事又是经历科 他在一个 上浩云的事 管之外 他管了好几个剧场 像三庆 就他管 现在我还露出一个事 说这剧场来了 我们这和好几个剧场 有关系 我们 林田文杰 拐弯的是石头胡同 有些南北胡同 和那个大外联合 并行的 平行的胡同 里面有个剧场 叫大陆剧场 当剧场解放以后 断了眼了 原因因为他 没有太平门 要着了火 出事故 就跑不出来 他就一门 演员剧 跟那个观众 都在从一门进出 不安全 帮唱 改成 和尾帮子的团职了 有舞台 可以拍戏 那个剧场呢 那个 经理 租的房子 租了一大块地方 改成一个剧场 所以他得把街上 办好 他前面 有几间房子 跟那个 大北战案馆 比临 大北战案馆是 北头的第一家 一号 二号 三号 过来 第五号 五号 就是李春林先生的家 五号 所以 二三四的 门脸后面的房子 就是大堆剧场 除前面的一小块之外 后面的剧场 所以他就不得不 接风败道了 可二三四 那三家门脸的房子 也是李春林李八爷的 所以他就 给他一张 长期免费的票 您家谁来 谁来 这是不要票 不要钱的 他们家没人看戏 他们家 谁来看戏 这我成了长期观众 所以像我说起 有些事 我既然75岁了 好多人说 你应该没经过这件事 你没干上 我赶上了 长宝坤先生 小蘑菇 长站大陆剧场 叫兄弟剧社 我天天赶 他在前面花场的取义 有容建成的单衔 有赵陈雅南 陈雅华的魔术 有沈军的口技 有马中翠的坠子 有他的相声 大昼是一个滑稽戏 叫喜剧 是侦探 滑稽侦探 什么八点半 一上就一个月 拍游戏 因为布景 跟话剧一样 独幕的会儿两幕的 我天天看 我都把词背下来了 但我还天天看 白天也看 我们家有个老保姆 是我母亲的奶母 后来老无所依 加州人都过去了 就长期住我们家了 他的工作 就天天带我 去听这个长宝坤 中午白天听完了 不回家 旁边有个饭馆 叫远香馆 包子铺 这里春天里 你爸也开的 包子铺 那吃包子也不要钱 买了四两包子 就白吃 我就吃俩 都老保姆吃了 然后接着晚上还听 还听那个曲 老老子一人没有 就是坐下行了 但好看了 还是好看了 丢不了了 可是那园子呢 在小蘑菇 长宝坤先生不演的时候 他说上海演 天宁演 张大口演 就唱京剧 唱帮子 像杜里云 杜晋云他们在那唱了 很长的戏 很多戏 很长的时间 就是小蘑菇在的时候 特别后来 小蘑菇在宾林解放的时候 宾林解放 他就到天津了 那个人就他们站下来了 我就听在听 你就出那好些事故 当下我记忆忧心 唱大批官 这跟包子没带斧子 等到已经换扶上 要去批官 才发现没有斧子 当然哪指胡为来 胡不上 就那个 贾寿春先生 来的 二百五 在台上铺铺点 就铺铺完了 他还到好 插壶都飞上去了 等着斧子回来 他不远 他说铺铺也三十八号 大北 那个从石头胡同拐出来 不远 大北达官 但这点有工夫 因为已经到林场拿斧子 才发现 跑去也够强了 你觉得台阳磨蹭 这几分钟不容易的事 所以这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看太多了 另外呢 三庆园也有关系 三庆园是李家的园子 李家 他的校东叫李朝山 跟我们住斜队门也斜队门 就谈接的 东边一点 你得管街上 跟我们家也通家之好 通调庆的 所以他也给我们一张长票 三庆看去也不花钱 还有北京有一个劝劝场 在龙头条 在三床楼下 里有一个剧场叫新冬天 他下了好几个剧场 新冬天唱京剧场平戏 那也不花钱 别看 还坐电梯 别坐电梯 北京可能唯一 就没有电梯的公共场所 摇晃晃的老爷电梯 很危险的电梯 这样我接触太多了 那谁算管事不算 大世界后台那叫什么 那坐钟 那叫什么 孙什么 孙什么林 孙蓬林 他不是 他是那个剧团的演员 长州剧团 就长州剧团 在演半年的时候 他在那去盯着 那团的老换人 团的老换人 是那个团 但人老换 唯一他不换 准备在那儿说戏 他也唱 那人唱得好极了 唱得好极了 他少飙雅 但他又高 人妈咋咋 罗上楼的钱 翻钩还能翻钩 不是人妈站在 罗上楼的钱 不是这样的 还要翻钩 人家嗓子 你说他还雅 唱棋派 孙蓬林 红生戏 老生戏都好 但我玩什么 抢没头 六级了 他白上台 白上台 他能够让别人唱 他搬上 谁的亲戚来的 谁的哥哥 不是谁的哥哥 孙蓬志 他是白玉燕的老公 白玉燕可能小十几岁 孙蓬志的哥哥 这哥哥兄弟我能不能亲 他们一家 结果后来呢 在大一家回来以后 就上新疆了 进入同一番了 后来新疆不久 有一段时间 闹边境问题 好些那个哈萨克族的 和原来的俄国人 跑回苏联去了 这边疆闹得不太太平 集团都散了 成立集团也因为 有这个边境 要成立一个城市 有这个边防的目的 好驻军 结果成也为死 败也为死 形势变化了 这简称一个军事城市 都撤了 我回来呢 当时我在参加个集团 反正不是很难的事 才十几岁嘛 可是同一三也回来了 跟我们家聊起来 我这回碰几个人挺逗的 老先生 大我二多岁呢 说还是郭震珊的徒弟 连个红蓝戏都唱不好 后来派什么戏都不会 感觉 我们说 叫是郭震珊的先生学生 叫什么呀 我叫同一三 我妈妈说不是啊 同一三怎么会是唱小话脸的呢 经历科呀 家里定的报纸 因为我大舅是爱好者 老买那三六九杂志 有一画刊 有周刊的 有月刊的 每刊都有同一三的名字 同一三先生 携孙胜武 乘霸王号飞机 飞往上海 轻送孙胜武到上海 同一三先生 乘扮王号飞机 飞回北京 这每日回都有他的消息 总在那个大块的报道之外 有他一个小方块 所以我们就寄死这个人了 同一三知道这个人 我妈妈说这个人 我还跟他应该打过一个交道 但是是不是他 我可不敢说了 年代也久 而且就一搓面的关系 同一三到我们家 了解是真的 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个译文 可以当做一个 离原的译文 那近距 山西帮子有个演员 叫雪上飘 他那是个男的 唱得非常好 他忽然给我大姨 写了封信 他说我 您是我干娘 懂干娘 我您干儿子 我要水上飘 是演山西帮子 我有事求您 求您救我命 救我儿子一命 我在山西这么有名望 被我一个师妹 给给的一句话 我咽下这口气 他说你既然这么牛 那么牛 你水上飘 本身上北京唱一唱 我才佩服您 你才真是好角 说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我在北京唱一天 就台语拿擦壶包砸回去 我都认了 我死在北京 我也来唱一唱 我只能求您了 按说我求不到您 但您是我师妹 李贵文的干娘 她河北帮 她是山西帮 但我们在一个师傅的学 一个门里学习 既然是我师妹的干娘 这是我的干娘 就我妹妹说 只有您有侠义之风 出自告没处可求了 我这个大爷 很可笑的一个人 真是零零然 有男子气 你还给我母亲一封信 你给雪上漂亮的剧场 他会唱戏去 让他唱红楼 别唱黑楼 我没有拿过那的力量 这不是开玩笑呢 他说你在北京 人家怎么唱戏 这还不好办 我们想这事我没法办的事 拿了一封信找我跟爹去 找李存林李贵文去了 我母亲 我寄了一封信 李贵文认识我 大姑奶奶 什么事啊 我能看吗 说就给您看来的 您也早投错门了 我办不了 您拐个弯 你拿点 波波匣子 地震着 缘分别动 后河 就我们的后山墙 找赵思议去 找赵远奎去 他才能办这事呢 我说的没剧场 我怎么办在这 那是 没得爷唱哪 哪唱 我联系好哪个园子 不是说我想 哪唱就哪唱 我们就跟赵思议认识 也挺熟的 就叫我们赵思哥 就叫赵思议说 哎呦 姑奶奶 快请坐吧 从哪来啊 从八哥那来 赵思议的外号 叫小诸葛呀 什么事办不了 找求我来了 我们说我就看看 您不应该吗 说看我是应该 你要是从八哥那来 李白那来 那不是 你先求他 他办不了 他找我来的 我说这真是小诸葛 在那一点都没说 我没打算看见了 就一份点音 就给八爷兄弟 给八哥 给原份拿来 他有看出来了 一定有事 说吧 拿信一看 你找我徒弟 叫童月三 我哪找他去 你是不好找 这样吧 我打个电话 你找他找不着 他找你能找人 住哪呢 现在 我们还住那呢 跟杜姐借饼 行了 他杜姐找你 所以没过几天 童三就像杜姐 跟那杜姐出说了 他有个什么王太太 找什么选个票 这您知道吗 都说我听说有个事 住我们隔壁 你请去吧 他甭请 一句话 大陆巨匠 山一帮只能大 都大到巨匠 别巨匠 他卖不满 卖不下来 三门 三百座 有一百座就挺好看的 他不陪玩 所以我还当面谈 就把我们请过去了 这童先生 他说告诉人 大陆巨匠 定日子了 您给回信 定日子很远了 就一两个月之后了 我们就回信给我大一 大一给水晶票去了 取信 所以水晶票到北京来 先到我们家拜会来了 也叫三一了 从我大一那论 三一你可救了我了 可我这座卖不满怎么办 谁知道我 我在三一还是有名 我妈 我听说过水晶票 这我没得 我还得找赵四姐姐 我还没办法 赵四姐给我找来的人 给你解决 他问他 我也得办法 就甭去了 我去就行了 我没有去那趟 赵四姐说 这好办 你那是 钱庄的人 钱庄是私人银行 那个钱庄 我们认识 玉行中 在施价活动 玉行中 因为我父亲 不是金融界吗 所以今天来往 在北京都跟他们 打交道 不能跟我本来银行 打交道 因为币闲 所以我们认识 说那个副长 副经理叫尚伟爷 那副经理 是我的妹父 就是我的小姨 嫁给他了 认识 找他去 他说你想走多麻烦 不麻烦 你找完他 上对门去一趟 对门还是钱庄 都是山线开的 你打哪的行事 存钱取钱的行事 你透个风 你们两家我都问了 哪家合适 存哪家 为什么要钱呢 做个唱戏的 叫史上飘 来北京唱戏的 我买了点票 得捧捧的 所以打人打听 那老板也听得急了 你这干啥找玉行中干嘛呀 找我的呀 我们是真老乡 他们的这三百多厘地呢 甭管了 您甭取钱捧他的 前五天票 前三百本包了 天天我包几张票没问题 所以我妈妈后来说 到演出那天 石头虎洞那北口 到太远府了 听不见 都是太山西人 你喇喇你喇喇 都是这玩意的 红都不得了 定了一个月 又续了六天 还是不行 满的不得了 我们也第一次听到 他山西一帮 好些的京剧员也都听见 他们唱的戏 都京剧都没移植过来 据说马良先生 很有意思要把那个 近剧的一些剧目 给移植过来 邓大师来之类的 都没实现 传龙珠 传龙珠 就是在樊西州 就让他移植过来的 像有一首戏叫 阴魂镇 刘金定归天 京剧不会演这种戏 像这一台鬼 什么阴魂都上来了 大多鬼 小多鬼 什么都上来了 全是满台的鬼 大家开得还特别火爆 新奇 所以说 这么点跟同学三 见过一面 突然说我想起来了 度计隔壁 跟他说过一句话 就说大陆剧场 跟定个日子 讲不来就行了 所以见过一面 等回来再说 同学三 我想起了 这个人可不是小孩脸 是不是他我不知道 但是说年纪 说是刚从监狱放出来的 那就是他 他是被以戏霸的罪名 被捕的 戏霸 大概是三年吧 几年 六年 到六零年放了 所以六年就到新疆了 他没别的本事 没有经历课了 只能长戏 他确实跟找 郭春山先生学习的 但真正带他出去 就给他说起 是赵春景 是郭春山先生学生 徒弟 赵春景 赵春景 曹尔庚都是他徒弟 他们带着他 这小师弟 不带一小师弟 为什么呢 因为郭春山的父亲 是中医正骨 给郭春山的摔舌腿 给捏好了 一分钟都不要 就一个条件 我还是上学 实在不行 掏学 你能给他一口饭吃 让他唱戏得了 那郭春山就情不可缺了 遭到所有徒弟们反对 我们都说徒弟了 那么徒弟怎么称呼的 叫师叔 您不能说这么小徒弟了 郭春山说 你没办法求到我这儿了 你们知道笑笑我吗 带出去 你们搭哪个班 搭哪个班去 一分钟不要 那份钱归你们的 能来什么 你可以说什么 当然各个 还感谢 闭 ś